一路静给我整这些好景色 不下车拍一拍都对不住自己 这边日照金山 这边是可以看到贡嘎山的 看 我们从这儿望过去 这有棵树挡着了 从这儿望过去 应该是我手指的那个方向 有一个比较高的山峰 应该那就是贡嘎山了 它这有棵树 愿爱事 但是不得不说这边 确实好漂亮 相当的壮观 这边风是真的大 我们要停到这儿的话 第二天估计很难走得了了 因为柴油都会被冻上 翻了个山东一出来 这边就到了天宫之城礼堂的地界了 礼堂欢迎您 来一把进入里航的第一个卡 雄中卡 咱们来打个卡 哎呀 这边是4000 海拔4281米 远处那边不知道那个山峰 是不是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个贡嘎山啊 在前方 感觉有点像那个山 这边叫天空之城 果然名不虚传啊 感觉我们就在天上一样 看那个云多近啊 离我们超级近 看那边还有圈起来的那种牛圈 这边是一个草场 一看就是一个草场 等到这个夏天的时候 应该会 牦牛会过来吃草 这也不适合驻车 海拔太高 然后路也不平 咱们接着出发 哇 礼堂这边是真的漂亮 四周全是雪山 不管你怎么拐 哪个角度都是雪山 因为这边太高了 咱们现在海拔是越来越高了 现在是4300 大家看这周边啊 已经不长树了 就像西藏那边一样了 全是土草就没了 现在已经是海拔4400了 已经比昨天的折舵山还要高 现在我感觉有一点点头脏 然后手指尖发麻 有这样的感觉了 然后问了一下半仙啊 现在4月的话是吸氧了 氧气机已经拿出来了 要不要 全身在吸氧 要不要 要啥 要不要氧气 我不要 我还能扛 这边有个观景台 但是封起来了 不让车静了 现在好多人 都吃不清了 对 我们接着 就为我吃东西了 又为我吃 左黑鸭 我们就 继续赶路 一开始很多人都劝我们不要在礼堂住啊 去巴塘 但是误打误撞今天就来到礼堂了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 咱们就开一间 带弥散式的这种酒店 就像是氧气 对 这是黎马贡观景台 但是它这个观景台为什么拦起来啊 不让别人看 这是海拔4000多 我们就直接走吧 它这个地方拦起来的 好 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6点44分 我们离礼堂县城还有27.6公里 导航显示要开40分钟 这一路过来啊 咱们就是没有找到特别合适停车的地方 很多地方都是牙口 呃 太高了 那个海拔太高了 然后风也大 所以说没有办法 咱们被逼着走 逼着往前走 又是开了一天了 今天我们从几点钟啊 从12点 12点多 一点钟这个样子出来的 现在一直在路上开 开了 开了六个多样子 刚才呢 我们出了那个山洞之后啊 那个墙上不是写着天空之城吗 李堂欢迎您 我还以为那边就是李堂了 结果不是 我们一直开到现在 这边都还属于是这个雅江县 瞬间觉得雅江县好大 然后雅江县的整体海拔都被这个 他们后半段的这些地方给 给给给拉起来了 雅江县城才2400 然后我们这一路过来 没有低于4000的地方 全都在4000网上 喜欢肉肉夫妻的话点关注 强烈推荐 评论 转发 咱们这儿终于是进入李堂 进阶 递界了 哎呦 跑死我了 前方 前方马上就要有那个检测了 该是 检查核酸的 这边就是李堂了 李堂 其实这个地方挺漂亮的 我们来的这个 就刚进李堂 这个这里就有一个停车区域 但是 有点累了 就大家散量下来都不想做饭 然后这附近又没有吃的 所以说我们就 还是走了 准备去找一个吃饭的这个管子 门口有大的停车场的那种 那我们在这吃个饭 给老板说一下 我们在这过个夜 前方是检查栓 正好我们这个48小时喝酸 就直接到李堂了 然后雅江的可以直接到巴塘去 来到丁增的家乡了 哇 好多牦牛啊 你们别过来啊 别过来啊 来看看我们进入东城门啊 世界高层李堂 进来了 好了 我们看到这家还不错啊 自驾岐有摩有这个接待站 接待住戏 怎么过来看看 可以 的话咱就停在这儿 哎呀 他们家这个装修感觉还可以 你家那个感觉咋样 一般好 一般好 让他拿着氧气罐 拿着氧气罐进来 我车上有 我车上有 我给他拿 你去拿 不在这里边 在这后边 要不要先留下狗啊 你要先遛狗就先遛狗呗 我们去点菜 去点菜 来 我再拿一瓶 再拿一瓶 你放到车上 不用吗 啊 你不用吗 我不用啊 应该不用吧 用的话 我的车里边还有 来 此生B甲318 这个火炉能开吗 可以开的 可以开 给开个火炉吧 不然穿着羽绒服在这里边吃 感觉有点臃肿 总算到饭点了 总算能吃口饭了 我操 我们早上吃的那个嘛 对吧 吃完了这一路都没有吃东西 本来今天没想到 早上就吃个饼 也饭也没做 就是吃个饼 哎呀 来吧 搞起 你搞起 还可以味道 还香 好吃 嗯 不错 一来到318又开始吃上川菜了 哈哈 318就是川菜线 川菜一条线 吃别的各种菜系 有可能会采雷 但是吃川菜绝对不会采雷 他们没点技术啊 不敢在那个318上面开川菜馆的 因为发现这个四川人 他在整个西藏 鸡脚嘎辣里 只要以为有人的地方 对对对 对对 我们吃完饭回来了 哎呀 家里好乱 收拾一下 把该扔的垃圾扔一下 这个饭店的老板蛮好的 让我们在这接水 然后停车 免费的 我们先把这个垃圾收一下 今天我们是赶了太 太久的路了 没有计划的 没有想到会到礼堂来 所以的话呢 嗯 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 特别是四月哈 我们就准备在礼堂玩两天 待两天 跟我们吃饭的时候啊 发现他们家管子门口有个水龙头 然后刚刚把那个水加了 我就弄了一个管子 加水 现在喘得要死 现在我们的海拔是 只有三千九啊 四千都不到 我感觉有点力不从心了 真的是老了 扛不住了 四十岁了 给的 你看我做事情 你看我都没有 我都没有传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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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我得好好休息一下